再来,这里是很接近神湾 神湾最出名的是菠萝 炖了一些姜、泉肉 姜是后加的,好像洗翁蚝子 那股酥味很多 我试过一粒 没有沙 有紫酥、辣椒 这些是辣的,但不算辣 因为放得不多 有些豆豉 应该是试椒炒 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位置中山坂府 今天过来这里吃海鲜 话说这里是很接近珠海 很接近海 上星期我们去南沙吃海鲜 在外面打回来 这里近海,更好 现在这个中数是10点11分 我们所在位置叫坂府中心市场 又看到这些陈虚的龙华衣 拿些蔬菜出来买 不过因为我们近期家里 蔬菜太多了 可能未必会买很多 不过来趁热热 或者吃个好早餐都可以 再来这里是很近神湾 神湾最出名的菠萝 对面又有看到一些香蕉 士多啤梨15元一盒 瘦肉 还有生蚝 那里还可以加工海鲜 如果您看得到 是可以买的 生蚝 先走一步 我们最喜欢行这些市场 大家都知道 还可以收现金 这些东西还在吃早餐 不枉我们駕过几小时车过来 今天也算幸运了 没有什么点塞车 这边还有整只鸡卖 紫苏叶和鲁 肯定是在一起的 来到全场特价 起套25元 老板出力叫卖 刚才我们经过那部分 有室外 当然也会有室内部分 再来还有很多蔬菜 昨天我们去中市 真的买了很多 木瓜 水果都可以 来到中山近珠海 有一种感觉 差不多像海边那种感觉 再来我们看到 经常都想买的红萝卜 前几天 因为我们都已经买了红萝卜 所以不买了 其实看上去好像这些价钱 但就没有问价钱 应该都不会太贵 我们又来买豆浆喝了 那些什么韭菜饼 炸好的 哇 这些豆腐很漂亮 但这些是隔壁做菜 那些 这些豆腐花 买豆浆 这里还有艾池的 还有茶叶板 一杯足够 我不喝 你不喝吗 哇 真是热闹 其实我过来之前 都是想不到这里有这么热闹 即是真是趁热闹 拍得住 我们之前去东涌那里 那个热闹 还有上星期 我去东涌 我计算错了时间 其实不是那天开热闹 我们还没找到早餐吃 这里已经看到有虾卖了 什么价钱 哇 这里的虾很漂亮 又有多少 还没闻到多少钱 还有那些鲁 鲁 可以拿十八 先吃一下 那不就要做 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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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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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 三十八 三十八 可以 不如先吃早餐 吃早餐 还有鸡卖 还有番鸭 这个我计算是青头鸭 我们在这里吃过肠粉 原来这个是潮州菜 有很多炒锅鸭 潮州鸭牛肉丸 我们看到这里 豆浆免费 喝一杯 豆浆还有没有 没有就算 没有了 我们来得太迟 这个就是我们的早餐 和广州有不同 这个是潮州的铺 闻下去的豉油 也有点像 他们的做法 我以前都简单吃过 但是没有在当地吃过 他们的豉油 是会有酸香味 很浓的 我们吃了一份早餐 还会碰到华迪 华迪 华迪开了一部电鸡 走掉 广州唇米多 这里凳麵多一点 因为凳麵是透明的 所以会很软 没有什么跟上 老婆夹着 她的瘦肉的给我 这些透明一点 真的 真的跟我们在 潘若、顺德、广州 吃到那些很不同 不过 5元鸡 性价比极高 如果不是 我们还要去吃 美丽海鲜之类 其实应该吃 牛筋丸可粉 好 早餐 就吃完了 先讲讲接下来的行程 我们再会在这个市场逛逛 如果有美丽海鲜 值得出手的 我们就会出手 我们接下来 就会去十三颈 十三颈水闸 那里吃海鲜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去海鲜市场 我们不知道会是怎样的 究竟会不会连加工也没有呢 不奇怪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会卖太多 另外有一样东西 我都很想买 就是菠萝 就是中山菠萝 这里还要这么近神湾 其实我知道 如果你驾车到神湾的山上 是可以吃菠萝 但是菠萝的东西 我不敢吃那么多 但是浅尚即止 昨晚都吃过 今天继续吃 再来 还有很多龙华伊的菜 这些很有身的吞菜 我很喜欢吃的 其实我是喜欢吃幼身 那个 那个叫做 上星期 我吃通菜款的 已经是极限了 幸好它用这种做法 这里就是室内市场部分 进去的香山新街市 老婆看得适合猪脚姜 要十元鸡 我不吃的 是因为 我不要那种肥 很香 又真的闻到 十几元 十几元 可以 因为太多 我们给蛋 那些蛋是怎么卖的 19.5元 19.5元 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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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两只 给21元 是吗 20 20 20 你慢慢 你先计算 先放入香 老板娘还能给到一块姜 这碗东西总共花22.5元 好 22真是开心 我们花了22元 一盒大盒 这些是可以回家慢慢吃的 但我不喜欢吃的 他就想吃猪脚姜 我就想吃菠萝 这些菜放得挺漂亮 真是想不到来到中山 这么过瘾 上次我们去那里 都是游客feel多些 这个市场 就更有当地居民的那些感觉 刚才阿姨 还跟我们吹嘴 你清理口又不像本地 那就很正常 他说 你是否在南投那边 我们说你猜一下 广州 有没有观众是来自南投 中山南投 如果是 是否真的好似我们的广州话 我们越来越深入市场 再来还有 这个还有 5元3斤 砂糖加 已经是货味 吃了 美水 吃了 好像现在还有龙眼的油 淋不淋 不要了 后面还有金 玉金 或者是窩金 今天有少少冷空气 有些风吹起来 很舒服 那种 好像去到泰国 又未治愈 总之好像冬天 去到阳光 那些沙滩的感觉 再来 连西瓜都已经有了 这季节 真的很有趣 买个芒果吃 不是芒果 买个菠萝吃 这些小菠萝 是它们的种 但这个也未算是最小的 有些小到一枝粥 只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 我要买一个 老板批好这些 好 老板呢 不见了老板 老板呢 为什么不见了老板呢 老板可能去了厕所 没有人的 原来是这样的 我们就决定要一些 这些已经浸了盐水 那 都是那些菠萝 一样的 一样的 其实是帮忙看档 我们现在决定进室内市场 里面看看 看看有什么热闹 不过都是那句 应该不会买太多东西 看看水产都是那句 有对就会出手 这里就是香山新街市 是另一个门口 再来 这个市场较大 但应该是市政做的 这里最好吃的 中山是什么呢 就是脆肉瓣 不脆肉也有瓣 还有凉鱼瓣 我又见到 因为始终是比较近河 起码近过广州 水产又特别多 广州也为数不多 这个市场是有冷气的 我相信价钱也不会提到 再来还有生蚝 三元又有 台山两元又有 最贵都是五元 这边又有 台山特价两元一只 两个半又有 哦 七元 我刚刚开出来 那些是为了多少钱 两元半 哦 行啊 特价 写着特价 行啊 是呀 就是这个了 哦 就是这个 可以啊 可以啊 我们就咨询过了 起码一搭吧 买一搭吧 是呀 我大这样开了就行了 话说是这样的 我们是付钱了 买了10只生蚝 上星期我们是吃过生蚝 经过上星期的经验 我们发现 其实生蚝 小只才好吃 我就这么认为 但是呢 你蒸起来 是会缩水的 小只的那些缩水 都是这样的 对吧 便宜不便宜 是一回事 食的观感不同的 我们待会 可能还会玩些海鲜 而且还有这碗东西 老婆说吃的 这个特价两个半 这个都是台山蚝 旁边的这个站光蚝 还有一只一只 是吧 市像家 市像家 我就知道我的频道 有很多香港 或者澳门的观众 澳门来这里 非常之近 你开车过来一会儿就到了 过来买好生蚝 然后就去海鲜加工 如果你说我不想要13厅 你可以问一下老板 老板就会告诉你 去哪里加工又可以 在这里买一些菠萝吃一下 撑一下市场 然后就去趁一下去 很过瘾 两个半银子生蚝 刚才我们最初说要12只 然后老板娘就开 开一下有些他觉得不行 是他觉得不行 好似小一点 好像没有那么生满 换走了 给我们一些新的麒麟 很厚度 两个半银子 我们又回到市场 还有木炭批发 说明什么呢 BBQ 即是说 这里附近有地方可以BBQ 其实过来之前 我都做了功课 有一个村 叫什么名字 我现在忘记了 在手机里面 里面是可以BBQ 里面又可以放下风筝 露营各种 我查到资料了 就是这个叫里溪村 我暂时读 还是是里溪村 里面就是这样 可以露营营 而且这里来澳门是很接近的 在这里驾车过澳门 一个小时 60公里就到了 比我们返回广州 他就先试一下菠萝 哎呀 一早餐刚刚吃完就吃菠萝 甜不甜 行不行 好行 是吗 等一会再买 好正 哦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他的房间有同学 他说是 就是这里附近 神湾 很近之 他说神湾菠萝 是不用咸盐水的 我不知道 好像是 这个算不算神湾菠萝 它不是那种很大的菠萝 我们平常见到 徐纹菠萝 都很大 它这个是比较小的 我拿一个多大的 搞得好像卖广告似的 不是 刚才我在路过的 阿姨那里买的 2元鸡 这里花了4元 它这个 吃到成天 对呀 就是这样的了 我就不吃了 等人吃完饭才吃 行不行 给了23元 或者22元 就是这样 猪脚姜 后来加了两只鸡 煮了两只鸡 对呀 接着老板还要 炖了一些鸡 鸡 鸡是后加的 好像洗涌蚝子 哇 那股酥味很强 很棒 在室内这些 不能够吃 我想老爸吃 不能够吃 还有两只鸡 那两只鸡 它还是热的 好像人蚝子 瘦了那两只鸡 哇 真是鸡胶 真是鸡胶 过来 看到哪里 看到哪里 Hello 经过了大概18分钟左右的车程 我们来到水闸这里了 这里就有个 一条街 卖水产 各种食物 这里 看出去 就是一个海 究竟它是海 还是江 应该是咸淡水交界 再往前走 就是13坑水闸 在疫情期间 这里是很受欢迎的 再来 这条街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有些水产卖的地方 我们刚才在市场买了 应该是比较明智的 然后在这里开车 过去外边大路 就有几个加工海鲜的地方 这里超级原生态 因为这里比较靠近海 因为广东通常都会打风 所以很多这些小鱼村 它是不能够发展到 起到18层楼高 是没有的 你刚才看过来 面前看到这栋已经算是最高 你是不能够高过这个水闸 然后这里就看到很多 鱼船 应该是打鱼 又或者用水产来交易 再往右看过去 就是一堆一堆熊树林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 还看到一个这么漂亮的河冲 这个就是外边 我们刚才开车一路进来 就会看到这条河冲 两边是有很多居民在这里住的 这个位置就是 刚才我们经过说 有海鲜加工的餐厅 就是这一间 今晚 不是今晚 今天中午我们可能会在这里吃饭 我们过去看看 刚才我们去食烧鸡那间 他就这样说 当然有海鲜加工 我们问了生蠔 他说15元一斤 我们可以起到蠔肉 但当然不仅仅只有这间 我们再问其他 看看这条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就是这里了 不知道有没有海鲜 买的有没有 我看到有菜买 好菜刚才买了那些生蠔 现在回去买羹虾 再来这里就有凉面石 这边就卖菜 我猜 这里可能是他们这条村的市场 慢慢演变成一个 游客喜欢来的地方 这边也有水产 山蠔 丝痕 那个是丝痕 这个叫什么背 这个真的不知道 可以试一下 这个可以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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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黄沙蜆 蜆 现在都开始漂亮了 还有这些花楼 再来还有生蠔 老板在开生蠔 还有蟹 原来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就知道 如果到傍晚的时候 那些渔民打了 鱼回来 就会更热闹的 糯米贝 我们就问清楚了 叫糯米贝 咸水 给20元 好 我们再来继续往前走 总体有观众就问我 广州有没有青鸯 田鸡吃 这里不是广州 不过其实当然有 对不对 都不是这么管制类食物 我都知道 再来还有生蠔 这些是开好的 还有些蝦 虽然你说没有蓝沙 那里那么虚陷 那里游客多 各有好处 人多就拿位 麻烦点 人少就休闲点 又看对这个 可以的 哇 你看到三眼 有青鸯 有青鸯 是 再加一个蝦 或者蟹 那今天就 上星期我们吃过蝦 今天可能 试试蟹 再来 刚才我不是说到 旁晚的时候 这里就会很热闹 应该是买了东西 在这里坐着吃 再来 这里还有些 已经煮好的小食 见仁见智 都有 已经全部煮好了 还有这个 这个想吃 煮好了 炸多春鱼 炸鸡腿 也有 再来 你知道我们的港渣人 不要死眼尖 又说这样不行 又说这样不行 这里直投现场煮的 是的 煮完先 这里 现场大排档 是的 就够过瘾的 但是你说我们的港渣人 广东人又说要新鲜 又吃 接受不了 那就见仁见智 那我们就问了 那些蟹 30元一斤 是断斤秤的 是的 但是要买了这些 坐在那里 如果你说不加工 不加工就坐在这里 吃点小食 25元两打生 不同的 那些新鲜 大小不同的 原来里面继续还有过去的 越夜就越精彩 是的 这些全部早上玩到够了 至于我们这些年龄段的 游客 都是早上来的 我也知道 是下午这些会刺激很多 其实最佳的游玩办法 应该是当你在家睡醒后 就去旁边那里 那个露营 坐在太阳底下 晒一下 晒到够了 到够了 我过来这里买海鲜 再拿去加工 又或者直接在这些餐厅 买它们已经煮好了 那些 我们就算出去外边的餐厅 吃饭了 这些就不合我们这些 已经买了海鲜的人 不过如果你说 哎呀我喜欢趁热闹 喜欢吃炸过的海鲜 也不妨 这个就是四鸞 冻豆 到这里里面还有鸡鹅鸭 鸡鹅鸭 它写的是 好 烟迈 在这里 老鸭 老鵝 土鸭 就是在这里 看看 老板不见了 应该是可以在现场 乳甲 不是乳甲 老甲 因为我们两个人 所以只需要两只便足够了 可以吗 生的便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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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再迟些 位置都没有了 再来 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好位置 坐在这里 可以吗 就在这里 两个人 那一张边编 就行 随便 一样 这里 我们的食物已到了 这个叫糯米杯 说一下这里如何花钱 它是不同的 上星期的 上星期 你交多少粒 就是给人头费 这里是按斤秤的 总之全部秤进去 秤到多少斤 就15元一斤 我们就 什么都不理 叫这些背 全都秤进去秤 其实要省点些 当然 那些生蚝 起了肉 总之它收我们 计算了3斤多 4斤 4斤 我们就坐在这个环境下边吃 这边就看到刚才那条河葱 这边就是一个大的鱼汤 这么漂亮的风吹起来 就算去到大热天时 都不会觉得热 试试这个 爽不爽 很爽口 这个 糯米杯 花了10 花了20元 我们叫老板 称够20元给我们 好像可以加13元 就是这个 刚才我试过一粒 没有沙 它有紫酥 有些辣椒 有些辣椒 这些是辣的 但又不算很辣 因为它放得不多 有些豆豉 应该算是士椒炒 士椒炒 士椒炒 这些肉 是很滑 很爽的 就不像是蜆肉那种 嗯 梅一点的 这些肉 这些是爽口一点 就要咬一下 这些可能围到 加工费收15元 大概30元左右 大概30元左右 30元左右 在这个时候 还有喝豆浆也好 刚才走过去想 挺好的 挺好的 这条街上卖东西 你喜不喜欢吃是一回事 不贵的 刚才我们买了一支汽水 也是收3元 3元 这个收4元 挺好的 这些都齐了 哇 海鲜大餐又来了 生蠔 这些都是10只生蠔来的 蒜蓉蒸 有汤汁 已经开好了 老闆 收25元的材料 加工就不知 大概 算下去 可能10多元的加工费 其实你想便宜些 你可以拔起 想便宜些 就拿起一个蠔 给老闆自己拆 对 第二个就是 这个蟹 一斤都不够 一斤都不够 加工费 这一碟是70多元 这一碟 另外再加几个饭 这个饭是40多元 其实我想买蝦的 是 蟹小吃 而且如果我们可以 刚才在那个市场 买到那种 那种螺氏蝦 又或者那种 那种 叫什么花 红色的那种蝦 便宜了 其实最划算是那种蝦 樱花蝦 很少吃 因为螺氏蝦 我上星期便吃过 早几天便吃过 所以便不要螺氏蝦 反正就是 你来加工 适当碟一碟 适当碟一碟 便可以了 那些东西都有费有费 继续吃这个 来到这里 我们又想起 是否应该要一个白饭 这个送白饭好 很棒 而且草菇牛肉 也好 送白饭 反而他一直在吃草菇牛肉 反而 这天你好 我就继续吃 这个好 这个送饭 这个送饭一流 让我先吃少少饭 再去欣赏生蝦 有些脱了壳 也很正常的炒锅 在吃这个贝 的时候 就闻到很香的 生蝗的蒜蓉味 很香很香 接下来就试一下 我先吃一个生蝗 有汤汁 你看 这里煮得好一点 哇 尿味很好 蒜蓉的味道 又不会抢 看来 生蝗 看着老板开 10只 下次买生蝗 不用买那么大一只 我跟大家说 上次我们买大一只 也不一定好吃 是的 大一只不一定好吃 这只我吃了 我给大家看 你看 肉嫩到 不口汁 上次我们买的 那些生蝗肉 很粗 还黏在上面 不要买那么大一只 大一只 就要撞手神 这些 不是 大一只生得久 很老 这些肉 很老 你看 多嫩 好 好 好 一等一会 在口中爆开 这些 都不可以打包 带走 要吃完 那些汁 做下去少少少 拌粉 再加上少少 蒜蓉 老板 专程帮我来玩 不停 也不拿来 是的 刚才那个老板娘 因为有些镜头我免得收下来 她说竞争都挺大 所以价钱就不会太贵 现在旅游业放开 有辣有不辣 对于商户来说 就竞争大了 以前最重要有公开 都是这样 好过没有 至于最重要是我们的食家 游客 以前你想吃都没得吃 现在最重要是你能吃得到 真的忍不住 不过是有道理 因为这种风比较大 发费最爱吃了蚝对 我吃完蚝再吃其他 接下来就试一下蟹 老婆就试过 试这个 是我自己要求一定要吃蚝 其实这个时候应该吃蚝 我们到现在就可以回顾一下 刚才那段行程 有观众想来试试 最正确的办法 如果你是很喜欢吃蚝 你去刚才的市场 停车很方便 停下它 趁热闹 买些蚝两个半 甚至买其他海鲜 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櫻花蝦 都是很想买 在那里买了它 蚝没有这里那么漂亮 但是这个时候吃蚝就不行 来到这里 你可以买些背景 看对心水 甚至来到这里不买 直接来这里加工 这个餐厅也好 包括隔壁那些也好 风景都是非常优美的 附近还有一到两个餐厅 类似这种加工的 你可以点菜 你又可以在这里 对着这么漂亮的风景 而且它们的生蚝煮得 火候控制得很好 蒜蓉 不要太咸 可以送饭 味道确实做得很好 至于蚝 我未试过 大家看过卖相已经知道 而且确实这个时候 不是最好的 嗯 嗯 对 而且来到这里 我也不怕说 刚才经过那些餐厅现场 那些蚝炸好了 那我在那里 当然不可以说 这些可以吃的 哪些人可以吃的 那些我当然不说 我想我们的观众 都应该未必会喜欢吃那些 炸好了 放在这里 对不对 应该是不会的 如果在现场敲一下生蚝 那里都可以考虑 如果你买了 当然过来这里 新鲜自己 吃自己选择那些 对不对 那我就继续吃蚝 再来讲讲交通路线 因为其他地方我不说了 在这里开车去蒲京 大家没理由不知道 什么是蒲京 是吧 需要一小时零五分 走高速公路 你给20元人民币 然后总里程是61公里 这样便可以到达了 刚才我们买东西的时候 老板娘都说 你们是不是从澳门来的 我们说不是不是 再来 我们这几天 出来吃东西拍东西 都发现了 多了很多港澳人士 我们没有办法分得到 香港还是澳门 包括昨晚我们吃东西 在我们后面那张桌 那个叔叔都猛 吃雨甲当然去火炭了 那应该是香港人 香港澳门回来 品尝一下美食 至于是否漂亮 我相信香港的海鲜 应该是比国内要好的 漂亮肯定更漂亮 贵也更贵 人工加工费更贵 而且说到这个环境 我想这样的消费 应该是回到珠海 或者中山 近海这边 才能找到 方便 一个小时 蟹就给我吃过了 其实挺好吃的 虽然说不上肉 第一 它的壳不是很厚的 即是不准秤 第二 肉很鲜甜 虽然人工费 肥肥没有高 最大便是它的问题 但是肉质是很鲜甜 就是不肥 接下来又试了 草菇牛肉 我小时候很喜欢吃草菇牛肉 但慢慢大了 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 但老婆很喜欢 她说牛肉腌得很好 对 对 对 她是有腌过的 又不是腌到 腌到没有肉味 那种有肉味 草菇没有那种腥臭味 以我为数不多的饮食知识 其实我只需要 加少许姜汁炒 就可以了 加少许姜汁 加少许姜汁 就可以了 又打烟 我认为 肾牛肉最重要 有打烟 不停让我够了 再来 吃东西的顺序 不应该是这样的 其实应该拿着菠萝 一路咬一路咬 再吃牛肉 那就很好吃 牛肉和菠萝也很好 草菇和牛肉也很好 很好吃 够饿 最后 以菠萝结味 我暂且把它称为神湾菠萝 其实我不懂 不过老婆试过 她说很甜 很甜 很甜 我又不觉得 比我们在市居吃到那些 甜中大小酸 不 酸中大小甜 应该说 但是她不是很大 是小的 有香味 有很香很香的菠萝味 如果你说 哪里吃过菠萝最好的 当然是菠萝根 不用说了 菠萝是最好的 这个 老实说 还是有一段距离 但是她最好的地方 就是在饱餐一顿之后 她会帮你烧制 刚才我去吃新疆菜 她那些烤大饼 吃完之后 她会令到肚子里发脏 喝了水之后 当时怎么办 是吃菠萝 吃完菠萝就整个人正常了 我们在人家的车后面 发现了一只小狗 她躲在车底 有主人的 小狗怕丑走 牛肉也不吃 多高 怕丑 是 偷狗贼 对的 李溪邨 或者叫女溪邨 我不懂读 我们就不过去 因为都早些回广州 但是你说 我很想过去看看那一遍 在这里开车过去 大概十多分钟左右 如果观众说 我来到这里是开车的 那就过去看一看 也不妨 但是如果 你是人家开车 或者坐巴士的人 就是不别了 为什么我说 来这里最好的方法就是开车呢 比如说你在这里 要走半个小时 你才可以去到一个 叫四联邨的地方 就是在这条路一直走过去 走半个小时 如果你说 我很喜欢欣赏这些渔村风景 沿途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走到去 叫银华四联邨的地方 坐半个小时 去到银华花园 一路转一路转转 很多趟 才去到中山汽车总站 如果在这里 一路返回酒店 在这里又坐车 一路转转转 转到回去 是足足要四个小时的 我想这个推展 应该都不会有观众 会这样做的 而且前提 你还要坐乘轨 最好办法就是驾车 在地理位置上来说 这里是很近南沙的 当然了 如果你说要去南沙 是很复杂的 因为它会经过很多横向的道路 横向的道路 其实在我们国中省 并不太多 好像在做一个叫深中高速 我不太知道 建好之后就会方便些 无论去东莞 去南沙 又或者在中山过去 都很方便 因为中山区这里 大型的工业并不太多 所以这里的环境 确实真的挺好的 比如下面又有这些 这些是水橙 下面还有棚 只不过我镜头拍不到 再来刚才 这个就是我们吃饭的餐厅 它还有房间 如果想像我们刚才坐在那些位置 看着这么美的风景 也可以 但如果你说到夏天 又或者是亲戚朋友 比较多 又有老人家 又有小朋友 便坐在房间 逆时不错 然后在这里 我们还看到 有两棵很老的木棉树 来到南边都有 继续往前走 就是刚才我们停车的地方 就是这个十三庆水 走这边看看 刚才我们还看到有很多人 在这里钓鱼 都是那句 即使环境非常好 你才有鱼钓 而且这些鱼 我想应该都挺鲜甜 在这里走出去 还可以去到外边 那些像码头那样 停下船 停下车 甚至乎你还可以放下风筝 但就不要放到那么远 因为那边有高压电线 这个算得上一个隐世古村 你要走三十分钟步行 你才可以出到外边 有第一步交通工具 都不要说再回广州那些 三十分钟 隐世水乡 对 我们准备回去 车子正在充电 我们就在附近走走 然后她又发现一只小狗 小狗 小狗 多重 多大 几个月 几个月 吃到嘴 你呢 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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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叫了 接着来走了 她肯和我回广州 主人应该在前面 这里还有一个市场 其实今早我都想过来这个市场 这里是其中一个 好 我们又是时候回广州了 在这里驾车回去 一个半小时左右 便能到达到 如果不塞车的话 今早我们很幸运 一点都没有塞车 一点都没有塞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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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